全世界最有钱的十个华人 马云甚至不能排钱时 李嘉诚只排第五 第一名来自台湾 资产高达24,900亿 2024年4月2日 福布斯发布了备受期待的 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 榜单依照2024年3月8日的 股票价格和汇率排名 它不仅是富豪们财富的展示 更是全球经济趋势的一面镜子 那么在这众多的顶级富豪当中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华人首富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来看看 世界上最有钱的十个华人 第十名 和响剑 古语有云 富不过三代 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例子屡见不鲜 某些富二代拿了家里的钱创业 却在短时间内挥霍一空 但今天我们要讲的和响剑家族 却是一个实打实的强人家族 他们家族总资产高达250亿美元 位列世界财富排名第八十位 然而 这些财富并不是和响剑一人创造的 他们家族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商界大佬 他们的财富和成就 着实令人惊叹 和响剑的故事 开始于1942年的广东顺德 和大多数广东老板一样 和响剑早年 也是靠制造业起家 1968年 他创立了北街办塑料生产组 开始生产塑料模型 1992年 和响剑抓住了家具家电的风口 将公司规模迅速扩大至千万级 并将公司名称改为美帝 他不仅在家电市场上一战成名 更是把公司推向了多元化的道路 从家电到金融 再到房地产和新能源 和响剑的商业版图越滑越大 财富也随之水涨船高 在1992年至2020年间 美帝集团的市值从0.4亿美元 飙升至400亿美元 而和响剑也因此成为了身价千亿的顶级富豪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打下江山之后 和响剑却选择在事业巅峰期退休 并将公司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方洪波 而不是自己的三个子女 这是因为和响剑相亲 一家企业如果没有了创始人的激情 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击败 于是和响剑的三个子女 在父亲的教导下 各自也都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与何响剑他是做事业不同 他的大儿子何剑锋 更愿意借助外部资本迅速武装自己 早在2002年 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迎风集团 而他的妻子卢德燕也同样出色 他持有美帝控股5.45%的股份 是仅次于和响剑的重要股东 此外 他还是博美物业和美帝制业的实际控制人 2023年 他以30亿美元的身价 登上胡润女企业家榜第26位 何响剑有美帝 何剑锋有迎风 卢德燕有美帝制业 各有各的事业 互不干扰 又相互成就 他的两个女儿亦是如此 大女儿何剑锋在没有父亲的帮助下 独自成立了广东新地科技集团 主要制造电子产品 目前 这家企业的年营业额已高达9.6亿美元 二女儿何剑锋也是一位女强人 2008年成立了佛山市顺德区银海 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涉足金融行业 在广东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何剑锋的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 身价过亿 何想见家族的故事 就像是一部现代版的商业史诗 让人们见证了一种超越传统豪门的新型家族企业形态 他们不仅传承了财富 更传承了创业的精神和勇气 在这个家族中 每一个成员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何家的辉煌 第九名 李兆基 现年96岁的李兆基 是被誉为香港地产教父的传奇人物 他是横击赵业地产集团的创办人 以277亿美元的惊人财富 位列2024年全球富豪榜第63位 李兆基不仅是一个商业奇才 更是一位家族传承的典范 李兆基出生于1928年 政治战乱和变革的时代 当大多数孩子还在玩耍的时候 6岁的李兆基 却已经在父亲的金铺银号中摸爬滚打 他的童年 充斥着金银的光芒和算盘的低大声 他在12岁时便已掌握了看金 画金 融金等技术 被誉为金铺奇才 1948年 李兆基带着1000元 只身来到香港 开启了他的商业传奇 初入香港 他以外汇和黄金交易 积累起第一桶金 十年磨一剑 1958年 他与伙伴共同创立了 永业企业有限公司 此后不久 更是联手创建了 后来成为香港地产业巨头的 新鸿基地产 成为香港房地产业的 先驱人物之一 到了1973年 李兆基自立门户 创办了横基兆业 这一年标志着 他真正成为了地产界的大佬 李兆基精于投资 横基兆业 从来不仅专注于地产主业 他的版图 同时还涉足燃气 酒店 百货 餐饮和旅游等多个领域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1981年 横基兆业地产 成功挂牌上市 从此 横基不仅仅是李兆基的企业 更成为了香港 乃至全球地产业的重要标志 李兆基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更是一位慈善家 他曾表示 我的愿望是在横生指数三万点时 每年捐出十亿港元做慈善 多年来 李兆基一直通过李兆基基金会 选自知识香港 内地及海外各类教育和公益项目 他与儿子李佳杰 共同推动的温暖工程李兆基基金 百姓百万农民 及万名乡村医生培训计划 以累计捐赠于六千万美元 为无数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从顺德的小金铺到香港的地产帝国 从六岁的小店员到九十多岁的亿万富翁 李兆基的一生无疑是传奇的 现在 对于九十六岁的他来说 家族和企业的永续发展 是他最深切的期待 他的孙辈们也在逐步接班 参与家族企业的运营和管理 为家族的未来注入新的火力 第八名 马化腾 在互联网的浩瀚星河中 有一位闪耀的低调王者 他不仅创造了一个 覆盖全球十多亿用户的社交网络 还以其独特的低调和智慧 让无数人为之着迷 他就是腾讯的掌舵人 马化腾 一个真正的社交魔术师 今年 他以302亿美元的身价 名列世界财富排名第57位 从深圳大学毕业后 马化腾的职业旅程 开始于一个简单的愿望 让沟通变得更简单 1998年 他和他的团队推出了 OICQ 一个改变了数百万人 沟通方式的即时通讯软件 只是当时 他们可能没想到 这个未解决 个人沟通问题而生的小工具 后面竟能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青年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马化腾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2000年 互联网泡沫席卷而来 眼看同行们纷纷倒下 腾讯也差点将QQ出售 还好在最危急的时候 马化腾成功获得了IDG和银科数码的关键投资 这才让腾讯顺利站稳了阵脚 有了资金的注入 腾讯在马化腾的带领下 实现了华丽转身 从一个小小的即时通讯软件公司 逐步扩展到了游戏 媒体 支付等 几乎涵盖互联网所有领域的巨头 从最初模仿ICQ的腾讯QQ 到效仿MSN的腾讯TM 以及模仿PPLive的QQ直播 还有和360安全卫视相似的QQ电脑管家 腾讯每推出一款新产品 都能在业内找到成功的原型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马化腾的商业帝国也在日益强大 尽管在外人眼中 马化腾总是那个严肃 话不多的企业家 但实际上 他在内部会议中经常开玩笑 用幽默来缓解紧张的气氛 他曾经幽默地说 我们的目标是让地球上的每个人 都用上QQ 外星人就先不管了 毕竟他们可能有更高级的星际通讯 2011年 微信的问世再次证明了 马化腾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力 这本来只是一个内部沟通的小工具 没想到竟一跃成为国民级应用 马化腾对此表示 这就像本来只想顿个鸡 结果不小心顿出了一只凤凰 微信从摇一摇 漂流屏到朋友圈 二维码功能 再到微信红包 每一次创新都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社交方式 在马化腾的领导下 腾讯已然成为了一个 影响着亿万人生活方式的帝国 在互联网这片江湖里 马化腾将继续书写属于他的互联网传奇 第七名 赵长鹏 赵长鹏 这位从江苏连云港走出来的 华裔加拿大企业家 简直就是加密货币界的一匹黑马 人们经常将他形容为 从严实缝隙中跳出来的传奇人物 早在2021 赵长鹏曾以941亿美元的身价 问鼎华人首富之位 甚至基深世界十大富豪 不过 半年后 由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出现暴跌 赵长鹏的财富也一度缩水 超80%至174亿美元 然而随着比特币价格的回升 赵长鹏又以330亿美元的身价荣耀回归 当前排名世界第50 1977年出生的赵长鹏 在12岁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温哥华 在迈吉尔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的学位后 他曾先后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和纽约彭博社 承担软件开发工作 他真正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2013年 当时他从一个牌友那里了解到了比特币 随着对加密货币领域了解的加深 他最终在2017年创立了币安 一举改变了全球加密货币的交易格局 币安这个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支持150多种加密货币的交易 其中包括比特币以太坊来特币等 成立短短半年 币安凭借每秒140万次的交易能力 吸引到了600万用户 单日交易量超过100亿美元 一举飙升值行业第一 成为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同时也创造了加密货币行业的新神话 2018一季度 币安盈利2亿美元 时间来到2021年 币安在全球范围内已拥有3000名员工 日交易额高达760亿美元 比他四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加起来还要多 那时 币安的估值已达3000亿美元 赵长鹏的财富也随之暴涨 然而 高峰的光芒往往伴随着风雨 2023年 美国因币安和赵长鹏 为及时报告可疑交易 指控其违反反系签法 最后 赵长鹏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协议 币安同意支付43.2亿美元的罚款 赵长鹏也辞去了币安CEO的职务 并支付了个人罚款5000万美元 但不管怎样 赵长鹏的商业嗅觉和创新精神 依然是他最强大的武器 只要币安仍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持有币安控股权的赵长鹏 即便不当CEO 也能一直稳坐顶级富豪的宝座 第六名 丁磊 2024年 丁磊掌舵的网易迎来了成立27周年 而他本人也以335亿美元的身价 位列世界排名第46位 网易是中国大陆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2000年 网易与搜狐和新浪 并称为中国大陆三大门户网站 且都在美国那斯达克成功上市 然而 时光荏苒 搜狐 新浪的地位和实力都已大不如前 只有网易却依然屹立不倒 稳居互联网行业第一梯队 自2000年6月上市到2020年 网易在美股的股价增长了足足2000多倍 每年资本回报率超过26% 被称为中概股第一牛股 而同期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年化回报率仅为4.5% 现年53岁的丁磊 依然担任网易的首席执行官 是目前互联网大佬中 为数不多 是由公司进办股权的创始人 网易之所以能在风云变换的互联网世界中 屹立不倒 与丁磊的经营哲学密不可分 丁磊曾说 网易的核心能力是在熟悉的领域做好自己的事 不熟悉的事情一律不碰 这种聚焦主业的战略 让网易在多元化的互联网业务中始终保持清晰的方向感 早在1997年到2000年 网易曾推出免费邮箱 软件开发等业务 以门户网站加广告变现模式实现盈利 可后来 科技股泡沫爆发 网易陷入濒临倒闭的危机 生死存亡之际 丁磊在2001年果断转型 转而发展网络游戏业务 比2002年 网易推出了一款基于社交设计的游戏 梦幻西游 它迅速成为了中国大陆同时在线人数最高的网络游戏 至此 游戏业务成为了网易最赚钱的业务 同时也让丁磊在2003年 以10.76亿美元的身价 成为了中国大陆首富 此后20多年来 游戏依然是网易的支柱业务 2020至2023年 网易的游戏业务营收占比 基本稳定在70%至80%左右 高毛利率和稳定收入 让网易的基本盘一直较为稳定 活得好且活得久 在稳固了游戏业务后 丁磊开始尝试发展自己的兴趣 他本人非常热爱学习 同时还是个音乐发烧友 于是他便又带着网易 开始进军线上教育 以及音乐领域 2010年 网易推出了中国大陆最早的 在线免费教育社区 网易公开课 2019年 网易有道在纽交所上市 成为网易系中 第一家独立上市的公司 2013年 网易推出互联网音乐平台 网易云音乐 短短三年内 用户量就达到了3亿 2021年 网易云音乐在香港上市 并在2023年 首次实现全年扭亏为盈 丁磊常说 自己是个佛系青年 对于他来说 创业改变世界的宏大使命 无非是脚踏实地 推出一个个 真正改变消费者体验的产品 相较于追求市值和财富 他更追求的是 开心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希望自己和员工 用户都能因为网易的产品 而感到开心 如果成功 是指一个人能够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那么丁磊无疑是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第五名 李嘉诚 在当代商业世界中 提起李嘉诚这个名字 就如同提及一个传奇 作为香港长江合计实业 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李嘉诚的投资策略 向来是前瞻性和机动性的完美结合 2013年至2018年 在遇见到中国内地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后 他果断地将资金投向了英国 经过一番扫货 李嘉诚家族 控制了英国约四分之一的电力分销 近30%的天然气供应 近7%的水务市场 超40%的电信市场 近三分之一的英国码头 和超过50万平方米的土地资源 英国人惊呼 李嘉诚几乎买下了整个英国 然而 随着2022年英镑遭遇史诗级贬值 这些重资产的价值大幅缩水 李嘉诚又迅速启动了新一轮的全球大迁徙 他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投资组合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 秒速卖掉了欧洲电讯发射塔的资产 125架私人飞机和英国伦敦的高端写字楼 成功套向了数十亿美元 今年 尽管长江实业集团的股价下跌 使他的身价从2023年的390亿美元 降至362亿美元 但他仍然稳坐香港首富的位子 掌控着一系列关键行业的命脉 财富排名位处世界第38位 但针对这个数字 也有人表示 李嘉诚的真实财富可能远不止如此 2006年 他宣布将捐出三分之一的家产 给慈善基金会 2018年 他对外透露这个数字是130亿美元 换句话说 他在2006年时就已经坐拥 390亿美元的资产 即使去掉捐赠的130亿美元 他仍有260亿美元的资产 如今18年过去了 这260亿美元至少也得涨个一两倍 如果按一倍计算 那么李嘉诚至少有520亿美元的资产 这远比他在财富榜上的数字多得多 总结下来 李嘉诚的成功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 更是商业智慧和战略眼光的体现 在李嘉诚的商业观里 每一次的危机都是转机 每一场游戏都有赢的机会 无论未来如何变化 李嘉诚和他的商业帝国 都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四名 黄征 黄征 这位低调却锐不可当的商业天才 用他独特的眼光和智慧 在电商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 他创办的拼多多 凭借其独特的拼团购物模式迅速崛起 成为中国大陆电商界的第三巨头 2024年 他以389亿美元的身家 位居全球富豪榜第33位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商业天赋 黄征出生于1980年 他的计算机天赋 早在大学时期就已经显不无遗 毕业后 他便进入了谷歌 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然而 黄征并不满足于此 他的心中一直燃烧着创业的梦想 2006年 段永平带黄征参加了 古神巴菲特的午餐 这次经历让黄征意识到了 简单和常识的力量 之后 他回到中国 创办了拼好货 也就是后来的拼多多 拼多多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独特的商业模式 和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 黄征选择了以低价作为电商的切入点 通过拼团购物和微信渠道 迅速吸引了大量用户 拼多多用砍一刀的裂变方式 迅速扩大用户基数 成立三年便在美国上市 市值达到数百亿美元 黄征曾说 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过上巴黎人的生活 而是让每个人都有储职用 有好水果吃 拼多多的低价策略 不仅吸引了追求高性价比的用户 还满足了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 正是这种对市场需求的深刻理解 使得拼多多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 直至今日拼多多的累计用户数量 已经达到了五亿 平台年均交易成交额一万亿 而完成这些拼多多 仅仅只用了短短五年 这样的发展速度 甚至连许多的大牌购物平台都望尘莫及 伴随着拼多多的快速发展 黄征的身价也是一路飙升 他仅仅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便取得了李嘉诚一辈子取得的财富 在年仅39岁时 就已经跻身千亿富豪的行列 但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黄征早在2020年 就离中国大陆首富不远了 根据当时的福布斯 中国大陆实时富豪榜 黄征曾以454亿美元的身价 仅次于马化腾的552亿美元 不过似乎刻意为之 随后黄征便宣布 卸任拼多多的公司CEO 并捐出2.37%的股份 成立繁星慈善基金 将7.74%股份 给到拼多多合伙人集体 巧妙地避开了成为 中国大陆首富的可能 而且近两年 他似乎又在顾忌重施 截至2024年2月29日 黄征在拼多多的持股比例 已从2020年5月的43.4% 下降到25.4% 在富豪榜的比赛中 无论黄征未来 是否还会选择低调让赛 他的商业传奇 都将继续激励着 无数创业者前行 黄征的拼多多 不仅仅是拼价格 更是拼智慧 拼未来 第三名 张一鸣 张一鸣是字节跳动的 创始人和灵魂人物 他凭着自己锐利的 商业洞察和技术创新 将一个简单的 新闻聚合平台 扩展至全球多个 主要领域 包括社交媒体和娱乐 目前 他以434亿美元的 个人财富 位居全球富豪榜 第27位 张一鸣的企业帝国 始于2012年 当时他在北京一间 不起眼的民宅里 开启了他的 第五次创业之旅 成立了字节跳动公司 字节跳动的核心优势 在于其强大的算法 和流量获取能力 字节跳动本身 不生产内容 也没有编辑 但他却擅长 通过算法记录用户行为 进而帮助用户 从海量咨询中筛选信息 最后将用户 喜欢的新闻 送到他们面前 这种技术驱动的模式 使字节跳动 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 同年8月 今日头条APP上线 仅90天 便积累了1000万用户 这一惊人的增长速度 为字节跳动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展到今天 字节跳动的产品 已经不仅限于中国市场 字节跳动在过去的12年里 已经悄悄完成了 对教育 游戏 企业服务 房产 文娱 医疗 金融 汽车 AI等超过20个领域的布局 参与的投资项目 数量达几百个 还发起了约60起并购事件 多元化的布局 使得字节跳动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了庞大的资本版图 值得一提的是 在众多板块里 TikTok的成绩单显得格外耀眼 但是美国地区就创新高的 贡献了160亿美元收入 更不可思议的是 TikTok几乎可以说是 抢占了美国人心智 全年约有1.7亿美国用户 日常会在TikTok上冲浪 占据了美国超过50%的人口 2017年 懂车递上线 这个应用很快就成了年轻人 最喜爱的汽车服务平台 截至2023年 懂车递的内容创作者 已经超过了634万 汽车兴趣用户近5亿 近期 懂车递正在备战IPO 一旦懂车递上市 作用434亿美元的北京首富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 也将再度报复 向中国大陆首富发起冲击 第二名 钟闪闪 来到今天榜单的第二名 钟闪闪是农夫山泉的创始人 尽管今年她的财富 相比去年缩水了9% 但她依然以623亿美元的财富 稳居全球富豪榜第24名的位置 驰骋商界几十载的钟闪闪 向来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与其他的大人物不同 钟闪闪几乎不混圈子 也不爱露面 甚至连公司的上市现场 也可以缺席 面对外界的质疑 钟闪闪只是一笑置之 同行们喜欢干什么 或者是想什么 我都没兴趣 因此 她也被外界称为独狼 一批我行我素 好斗 狂傲又充满智慧的狼 说回钟闪闪的农夫山泉 1996年 农夫山泉正式成立 钟闪闪凭着独特的营销手段 和优质的产品 迅速将其打造成了中国大陆 饮用水市场的领军品牌 虽然在今年年初 农夫山泉深陷与净品 哇哈哈的舆论风波当中 股价连叠三日 损失近300亿人民币 但这似乎并没有动摇 农夫山泉的根基 而且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钟闪闪不仅在饮用水市场上 取得了巨大成功 她在医药领域的布局 也同样令人瞩目 2001年 钟闪闪以235万美元 收购了万态生物95%的股份 开始进军HPV疫苗市场 2019年 万态生物自主研发的 二架HPV疫苗 火皮上市 成为了首个中国大陆 制造的HPV疫苗 换言之 鸡蛋从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的策略 使得钟闪闪的商业帝国 更加稳固 农夫山泉和万态生物 这两大支柱 最终构成了 他商业帝国的坚实基础 第一名 黄仁勋 黄仁勋 这位在台湾台南市 出生的科技巨头 从9岁起 就过上了与众不同的生活 当时 他和哥哥被父亲送到了美国 寄宿在华盛顿州的舅舅家 然而 舅舅家经济条件不好 两兄弟被送进了一所乡村寄宿学校 那里的环境 近似于少年教养院 充满了暴力和欺凌 小小年纪的黄仁勋 在这样的环境中 逐渐锻炼出了坚强的性格和适应力 这为他未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寄宿学校的生活持续了两年 父母得知他的近况后 专程赶到美国 为他办理了转校手续 之后 黄仁勋进入了正规学校读书 为了赚取学费 他在餐馆洗盘子 摆桌子 同时兼职在乒乓球场馆擦地板 黄仁勋在乒乓球方面 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15岁时便在全美乒乓球大赛中 获得了季军 尽管有着成为职业乒乓球选手的潜力 但黄仁勋更喜欢计算机 最终 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俄勒冈州立大学 主修电子工程 并在大学期间 结识了他的初恋 和未来的妻子洛丽 米尔斯 他曾对洛丽承诺 30岁之前 一定会拥有一家公司 这个目标 也成为了他未来十多年的奋斗方向 1993年 黄仁勋用积攒下来的4万美元 创立了英伟达 担任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然而 英伟达的起步并不顺利 早期的图形芯片 NV1和NV2都未能成功 公司的处境一度非常艰难 然而 黄仁勋凭借他坚韧不拔的毅力 和敏锐的市场眼光 成功开发出RY128芯片 取得了市场的巨大成功 1999年 英伟达推出了全球第一枚 GPU图形处理器 从此在市场上一举成名 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兴起 GPU的需求急剧增加 英伟达在黄仁勋的带领下 市值一度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 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公司 仅次于微软 黄仁勋本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以770亿美元的资产 位列全球富豪榜第20位 约合新台币24,900亿 从一名受霸凌者 再到万亿帝国的掌舵人 黄仁勋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硅谷梦 他的故事证明了 在科技行业中 只有不断创新和适应变化 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最有钱华人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